当然第一个 所以这个公式 主要就是用到几个函数 总共用到一二 总共用到一二 其实是两个函数 一个是FINE 所以第一个步骤是 现在FINE零这个字 在这个地址里面出现的位置 OK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 其实因为它FINE如果找不到 它会出现请VALUE的错误 所以请VALUE错误 那我们因为有错误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IFAL这个函数 去判断 如果它其实找不到的意思 找不到的话 那你就帮我再去找这个理这个字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一样 所以其实我是贴过来 然后改成理 OK 那如果再找不到的话 再一样把这个公式 移下来放到IFAL里面 有没有 然后再寻找区 OK 所以这个公式也是这样 再去找区这个位置在哪里 那它会告诉你区的位置在哪里 利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未来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们应该会遇到蛮多类似的 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将来可能你要的资料 绝对不是单一个栏位里面 所有的资料 而是在这个栏位里面的某一个位置 那如果有固定位置 那如果有固定位置还好 像那个区是固定位置 第四个字 取三个字OK 但是如果像这种路接道 它不是有固定位置的话 哇 那你就麻烦了 你如果说用以前的方法 那行不通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是讲到用FINE 结合以弗A OK 那你们再想想看 如果有其他的方式 或许你也可以再告诉我一下 FINE 其他好像有没有写的方法呢 OK 可以想想看 因为在这边的话 是不是还有什么 其他资料剖析 或者什么的 反正没关系 你开始想想看 有比这个更简单的 欢迎再告诉我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抓到什么 它那个字的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第六个字 OK 也就是G 因为它这个只有G 没有里跟林 那后面的话 入接到的位置在哪里 OK 那所以我把这个公式 复制贴过来 我分两阶段做好了 其实理论上 应该是全部串在一起 不过我发现 全部串在一起 可能对于各位来说 应该会比较难 所以我把它分开来 那我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把它复制 OK 复制完取消 然后再贴到隔壁好了 假设我分两阶段 贴到这边来 贴上之后的话呢 把它改成叫入接到 那你会发现呢 打勾之后呢 它就会找到尾巴这个字了 因为它的逻辑跟刚刚那个林里区 基本上是还蛮像的 也就是说刚好都有三种情况 OK 好 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说 它的这个路 那一条路接到要的字 是在这个字的下一个字 然后要几个字 要在这个尾巴这个字 剪掉前面这个位置 那刚好就三个字 所以呢 我只要怎么样 在用mid的方式 取这个地值 然后呢 把这个h2加1 指的是这个 这个 有没有 这个路接到的位置 加1 OK 区域的下一个字 那几个字呢 就是把尾巴这个字 剪掉前面 所以把i2 剪h2 那得到就下门接 那理论上呢 我把它向下填满之后 看到了结果 应该就马上OK了 三千多个 但是呢 有少部分的资料 是有错误的 那为什么会出错呢 主要的原因是 它的资料 就是有错误的 那当然 就一定不可能符合 我们的公式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错在哪里 它有光复理 但是没有哪一条路 所以反正 没有哪一条路的话 当然势必 一定会发生错误 这个没办法 这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需要发生错误 不然你就把这个砍掉 再不然的话 你就是 打电话给那个承办人员 跟他讲说 是不是可以 修正一下这个错误 OK 好像底下还有一个 错误是 捷运站的 有没有 这个捷运站 或者你 也 自己查一下 不然这六张捷运站的地址 门牌号码是哪里 你把它修改一下 这也是一个方法 OK 好 理论上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资料给做出来了 那接下来当然 你想说老师 那这样分成三个栏位 感觉 看起来不舒服 那有什么 那不然你就是把这两个 按右键隐藏 隐藏起来 各位 这边有个隐藏嘛 那你可以看到 那问题好像还是不够OK 所以其实以我个人的习惯 还是势必会希望把这三个栏位的公式 变成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呢 这三个要把它合为一 那合为一就是相对困难一点点 不过跟各位讲 量力而为 你们也许假如刚开始 不太熟悉这些 没关系分阶段来 真的 你不要勉强 你没有 假设你没那么厉害 你就不要自己 一下子做那么困难 然后反而挫折感很重 OK 没关系 你就慢慢来 OK 我理论上我是建议各位 尤其像学程式 也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会先讲 以色尔的公式 其实以色尔的公式做出来 我们后面是希望说 请你把它写成VBA 一样的逻辑 只是换一个地方写 那怎么可以把它写成VBA OK 那这个当然我们后面再来看 所以刚刚的也许这两个我不要 我要一七合成 那一七合成我做一次 如果你假设你比较不OK的同学 你就做刚刚那个方法 以偿也OK 那如果你OK的 你就是照这样 一 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公式 我会先把这个公式剪下 剪下的时候 记得不剪到等号 剪下 OK 第一 二的话先插入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就是mid 那我顺着刚刚的逻辑 把公式做出来 不过真的困难度蛮高 因为公式太长了 那第一个test就是 哪些字 字的话在哪里 就这个地址 我把地址里面做切割 那stand number是 哪个字开始 就是前面那个字的位置 就是刚刚的公式贴上 记得加一 因为邻里区的位置 记得要加一 因为下一个字开始 那要几个字 那就是把后面这个字 剪掉前面这个字的位置 那就答案 所以你第一个把它贴上 然后就刚刚的动作 就是把它贴上之后 把零改成路 然后一样 路接到 把它稍微改一下 这个输入法 我们要这样 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地小心 只要不要打错 路接 那我这个 好像更新有点 我抵立着它 没消失 我没关系 我知道它 可能会 路接到 这也比较打错 OK 好 那这样的话 剪掉 后面剪掉再贴一次 我先贴一次的时候 是改路接到 剪掉之后 再贴一次的话 这是它的位置 那刚好三个字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假如没有问题的话 向下填满 那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 最后公式的话 就长这样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所以记得 我刚刚的动作 先写一下 不放显等号的时候 放在这个地方 那记得把它加一 OK 然后再贴第二次的话 我用这个好了 用这样不好示意 用这个可能比较清楚 这个是它的地址 然后这个贴上去之后 记得我把它加一 那底下这个是几个字 就是贴上之后 改路接到之后 再剪掉它的邻里区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另外那个公式 我之前是有贴到 云端白板上面 在第十页这边 等于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再来是第三阶段 就是这个 全部的东西 当然了 之后 如果你想说 可不可以改成VBA 其实当然OK VBA直接贴公式 也是这种方法 那如果你要把它写成 实际上的VBA的撰写方法 底下这边也应该有 之前有写过 类似像这样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这个部分 先试着完成 画面再试试看 OK OK 来